每次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做这道肉末蒸蛋,简单一样又下饭 碗中准备三个公鸡蛋用筷子打散 然后放少许盐和1.5倍的温水继续搅拌均匀 再撇去浮沫 碗底放上豆腐,倒入鸡蛋液,盖上保鲜膜,扎几个小孔 水盖上锅蒸15分钟 然后五花肉末煸炒出油脂 放葱姜蒜末,生抽,老抽,蚝油 翻炒均匀后淋一圈水淀粉勾芡 最后撒上葱花,盖在蒸好的鸡蛋上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肉末蒸蛋,我家孩子能吃三碗大米饭 我敢说你们肯定没吃过这道猪肉蒸炸菜,真的好吃到变态 切好的梅花肉放生抽,蚝油,白糖,胡椒粉,蛋清,生粉 抓匀腌制10分钟,再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然后平铺在盘底,放上一包炸菜,水开上锅大火蒸8分钟就可以了 关注我,做美食就是这么简单 除了梅菜扣肉,这道梅菜蒸排骨也是我的拿手菜 梅菜吸饱了汤汁,拌饭绝了 剁好的排骨中放勺面粉和清水 反复抓洗两分钟,洗出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这样蒸出来的排骨才不会有腥味 葱蒜末豆豉,焦热油激发出香味 放生抽,蚝油,盐,白糖 搅拌均匀后倒入排骨中,再来一勺松粉 抓匀腌制半小时 梅干菜下锅炒干水分,放白糖,蚝油,调个底味 再铺到盘底,放上排骨,水开上锅大火蒸20分钟 做这道菜,记得今晚要多煮点饭哟 在广东,芥兰炒牛肉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家常菜 但是牛肉很多人都不会腌制 你看,切好的牛肉中放生抽,蚝油,白糖,淀粉 抓拌均匀,再放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芥兰斜刀切断 水开放一勺食用油,下芥兰烫30秒去除苦涩味 碗中放盐,白糖,蚝油,淀粉,调个料汁 这样炒的时候就不会手麻搅乱了 油热下牛肉炒至七成熟,盛出备用 另起锅蒜末爆香,放芥兰翻炒几下 倒入牛肉和调好的料汁,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芥兰炒牛肉你们喜欢吗 这道番茄炒牛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汤汁拌饭真的超级好吃 牛肉逆着纹路切薄片 放姜丝,生抽,蚝油,胡椒粉,料酒,抓拌均匀 把淀粉水少量多次的浇入牛肉中 让牛肉充分吸收,再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这是牛肉嫩滑的关键 芥兰施用开水烫一下去皮 一半切成丁,一半切成片 油热下牛肉炒至7分熟,盛出备用 另起锅蒜末爆香,下西红柿丁炒出番茄汁 再放入番茄块,放盐,白糖,继续翻炒几下 然后倒入牛肉,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来点葱段就可以出锅了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一定要试一下这道 丝瓜炒花甲,清清爽爽的,非常鲜甜 首先,丝瓜去皮,切滚刀块 花甲提前2小时,吐掉泥沙,水开上锅蒸5分钟 油热蒜末爆香,放入丝瓜炒至断生 再倒入花甲和蒸出来的汤汁,扣盖焖煮2分钟 最后放一小勺盐和鸡精调味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丝瓜炒花甲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很多人黄瓜买回来不知道怎么炒 跟着我这样做,我怕你家的饭不够吃 新鲜的黄瓜去头去尾 先一分为二,再二分为四 最后把瓜嚷去干净,然后切断 再切成小条,撒一把盐腌制10分钟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能给个小红星支持一下吗 谢谢了 杀出水分后,用清水洗去多余的盐味 锅中放5毛钱的五花肉煸炒出牛油 然后放蒜片辣椒,料酒生抽 继续炒香,再放入黄瓜条,用蚝油 鸡精,生抽调味,用你的左手翻拌均匀 翻炒五六七八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炒的黄瓜真的太下饭了 答应我,你一定要试试 广东下雪了,做一锅热气腾腾的辣油豆腐 一口一个满口汤汁 肉末中放胡萝卜丁,香菇丁,葱花,盐,鸡精 胡椒粉,蚝油,搅匀备用 由豆腐开个小口,酿入肉馅 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和一小勺盐 扣盖焖煮15分钟 这样做的肉呢由豆腐营养不上火 你也试试吧 豆腐的做法中,麻婆豆腐不一定是最好吃的 但一定是最下饭的 水开放勺盐,这样能更好的去除豆腥味 汤30秒捞出 五花肉末煸炒出牛油,放姜蒜末 调味只需要一包麻婆豆腐酱 其他调味都不需要放了 炒出香味后,放一碗清水和豆腐 大火煮三分钟,然后拌碗水淀粉勾芡 收浓烫之后塞上葱花就可以了 如果孩子不爱吃你做的菜 那就试试这道酸甜可口的糖醋鱼吧 捡来的鲈鱼放葱姜 盐,胡椒粉,料酒 涂抹均匀腌制十分钟 然后裹上一层淀粉,油热下锅煎 煎至两面金黄后,陈醋备用 锅留底油,蒜末炒香 糖醋鱼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糖醋汁 加入适量清水 煮开后放煎好的鱼 均匀的裹上汤汁,扣干焖煮三分钟 最后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是吃菠萝的季节 怎么能少得了这道小朋友都爱吃的酸甜菠萝鱼呢 螺肥鱼两面改上花刀 给它撒点盐,全身涂抹均匀 然后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油热下锅煎,煎至两面金黄后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倒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 炒至浓稠后,放点菠萝和煎好的鱼 均匀的裹上汤汁,扣干焖煮三分钟 最后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了 怎么能少得了这道生生甜甜的菠萝菇老肉呢 切好的肉丁中放盐,胡椒粉,料酒,一个蛋黄 抓匀腌制十分钟 然后再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六层油温下锅炸,炸至金黄熟透捞出 油热下青红辣椒和菠萝炒至断生 然后放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大火炒至浓稠 倒入炸好的肉肉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虾芋大家都吃过吧 但是做成虾芋丸子你们喜欢吗 首先虾芋切成丝,胡萝卜也切成丝 放葱花,盐,五香粉 一包这种炸什么都很好吃的小酥饿粉 加入适量清水,抓拌成能搓成丸子的状态 捂着油温下锅炸,炸到变成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做的丸子外酥淋落真的太香了 锅中不要放油,下五花肉两面煎出油脂 这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放上葱姜,几个干辣椒 一包这样的红烧料,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一瓶啤酒,软化肉质,一碗清水,没过食材 两个正经的母鸡蛋扣干焖煮4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红烧肉软烂入味,肥而不腻 你能吃上几碗大米饭呢 贵州正义的菜和胡辣椒面 老小们,整点的伤害嘛 又香油了,下饭得很咯 你们看我们贵州这种麻辣五香味的辣椒爱不爱 都是用新辣椒,新花椒煮的哈 拿来吃烙锅烧烤,羊肉脱脱都好吃得很咯 你们看嘛,这种菜饭好把死哦 广东妈妈都会做的这个梅菜板 真的好吃到流眼泪 其实做起来呀,一点都不难 梅干菜先用温水浸泡半小时 然后多清洗几遍,挤干水分 三肥七瘦的五花肉丁炒出油脂 然后放梅干菜炒出香味 放生抽,蚝油,白糖,一碗清水 扣盖煮上几分钟,收干汤汁就可以了 糯米粉和粘米粉各一碗,用开水去和面 再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粉团 就一块粉团,擀薄后放入梅菜干馅 然后包成大饺子的样子 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吃了 喜欢的还可以用平底锅煎一煎 是不是很简单,你也回家做起来吧 水开上锅蒸15分钟